难道还不知道还花莲人一个公道吗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风风补补楼长寸断 从国道5号到 苏花改的路口 东澳到南澳 和平到河中 这个 这个河中到大清水 崇德 以南 这些路段都还没有做 这个都需要二期的 二期的苏海改工程来完成 所以 一般来说 在大选前应该给了承诺 早就应该给承诺 给了承诺 是说绝对不会 亏待花东的人民 而且要积极的 来回复花东的建设 那既然都已经讲了 我想一条路把它做完整 安全回家的路把它做完整 有这么困难吗 还要考虑一年 要不要给花联人一条路 所以啊 马江议员我向您致敬 于夏夫议员我向您致敬 不管是你汉人的名字 于夏夫 还是主部落的名字 马江 我要对你表达是敬意 这个完全没有理由 还要考虑一年 甚至你是同桌共济 完全你这句话点醒了 所有的人 还要考虑一年 要考虑一年什么 考虑什么东西 你只要直接讲 我愿意做就好了 对不对 怎么做来做嘛 没有关系嘛 你不是还没有救人就先否决 我不做这条路 所以啊 我刚刚啊 对您啊 这个回答啊 对的询问啊 一语进行所有梦中人啊 一语进行所有梦中人 我们向您致敬 我想严调渝港的部分 台11线很多部落 现在需要积极的 能够啊 有一个让大家谋生的 这样的一个啊 不管是聚落 这个鱼室也好 这个 这个集中的 这个摊贩也好 还是卖场也好 我在这里真的是要跟 于员表达 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情 我们完全是一样的心情 但是从山海剧场 这么多的波折跟苦难 我相信你可以了解 一个山海剧场 能够提供多少 我们部落乡亲来设摊 多少店面 黄金店面 让部落乡亲能够在那里发挥 而不需要 能够做低等的 我们不要去做那种 路边摊那种很难看的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店家 给部落去发展嘛 发挥嘛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说 花园县政府有最大的诚意 来做好这些 这些原乡部落的 带广原乡部落的这些文化艺术传统 好 我们在那里设置以后 我们把山海剧场盖好 我们交给方便相公所经营都没有关系 好 我们很愿意这么做 需要我们协助 我们在 溢住资源都没有关系 好 但是呢 我们希望说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 一起吸手把它完成 好不好 好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宜江副议员的 总询 接下来一起由叶昆景叶议员 执行时间五分钟 请叶昆景叶议员发言 大会主席 我们邱议员 还有我们本位的秘书长 我们春庆的花莲县政务 我们护工级县长 严秘书长 我们谢公 我们谢护秘书长 以及各集处所长 我们新闻媒体 你是小姐先生 各位同仁大家早 好 我想最近看到报纸 或者是一位同仁的一个执行 都是变身载道 心中的阴霾 游览的儿身 想到过去陈水扁执政的时期 我们的苏花糕 从苏花糕 已经花苞动工了 结果呢 又来把它收回停工 然后 在我们所有花莲县民 大家一致的怒吼 然后在我们 傅宫群县长的坚持 然后来奉献 带了数万的人员 乡亲到台北来抗争 终于从苏花糕 把它环平 通过有条件的通过 同时把苏花糕改成苏花改 苏花糕跟苏花改的差异 就是 高速公路 改成国道改成省道 那种的一个差别跟经费 可以想说相差是十万八千里 但是非常包围的我们花莲县的乡亲 勉强给予接受 今天苏花改 终于第一期的危险路段 终于动工了 那今天呢 我们在520新政务即将就任之前 他们的这些行政团队 我看到贺承担张景深 我真实在我心中无限的惶恐 贺承担他是从台北 从景点在看天下 贺承担过去在台北市政府 从陈衰扁任内的时候 他到底把捷運办的如何 张景深他在过去当任 金建会副主委的时候 我记得深深的记得 我也曾经陪着 当时我们的议员同仁黄县东 我们一起到李一潭 去规划探勘 有关于李一潭的规划 缆车的规划 当时的重管处的彭处长 他是建议是希望从 木瓜林区声明公园 一直到转播站 环绕 大约的金会不会超过两亿 结果呢 张景深好高骛言 他提出了要直接打到 哈鲁山里面内山 总共的金会二十几亿 结果这个案子呢 送到金建会被打枪 二十几亿 对花莲来讲可能吗 当时是陈衰扁执政的时候 所以我们李一潭的蓝车呢 也就这样开始附中 如今呢 资品换新品啊 贺承担张景深 又来加入蔡英文的团队里面 本来说实在 蔡英文这个准总统 当前了以后 国人都抱以期待的一个心 同时他数次来到花莲 也一再的丁宁 绝对对我们花莲的建设 决定会来比过去做得更好 如今他的团队 竟然是这样子的 无地放尸 造成花莲县民 还没有正式就职的时候 那个520还没有正式就职 已经让所有的县民呢 已经群起的混入不停 所以我想在这个的部分 本席内 特别的也希望我们县长 必须要坚持我们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这个原则 绝对一定要坚持到底 不管将来的民进党的团队 如何对于我们县政府 对我们花莲的打压 我想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我们绝对一本初衷 本次过去到台北去抗争的 那种激烈的团结的意志 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 同时呢 我在这边要更呼吁的 花怡花东所有的立法委员 我们所有的议员同仁 如果有办法来左右 来道德劝说 所有的中央 宜花东的立法委员 请大家务必的 一定要向中央 未来520上任以后 积极的反应 让我们宜花东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早日的实现 第二起的路段 我想现场在施政报告 甚至于在整个一个 大户议员同仁执行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从东澳南澳 和平河中 这个河中到大清水 等等 从德以南的路段 总共还有5个第二阶段 我们应该如何 整个一个建设 有连贯性 让我们整个一个花怜 宜花东的连结 能够比较西部的 这种国道的一个规格 虽然是输滑改 但是我们也是尽早 希望中央能够完成 我们整个花怜的交通的一个动脉 在这边呢 我们也依然的表态 支持我们花怜县政府 我们花怜县长 我们副文局县长 一定要依照我们过去 对于乡亲的承诺 我们一定要坚持而不退缩 不管受到任何的打压 我们依然的为花怜的未来 要勇往直前 这是本席第一个 来跟我们 这个广大的花怜县民 同时要希望能够主政的 我们花怜县政府 我们一定要有所作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本席一直在 谈到的 就是说 政策的延续 可以将来政策的一个规划 我想我们 从民国99年 不分级县长上任以后 一直打造花怜的观光动脉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太平洋公园 现在过去的南平公园 现在是 或而变成 这个改成太平洋公园 整个黄金海岸的洞线 包括配合东大门 整个一个景点 我想大家 不管是外来的游客 乡亲也好 大家都是 对于我们整个太平洋公园 目前的规划 赞赏有加 但是现在目前所卡到的 就是有关于花园市的清洁队 以及兵役馆的问题 清洁队已经在年底 我记花园市公所的一个消息 他应该在年底就可以迁移了 那剩下的兵役馆的迁移的部分 我想在民政策工作报告的时候 很多的议员同仁也来都给我们 邱处长很多的齐席跟加冕 也希望我们胡文旗县长 今天你亲民的 我们议会 那我们也必须要把这个问题 要希望我们胡文旗县长 能够尽早的 关于我们殡议馆的迁移 尽早的定案 因为不管迁到哪里 殡议馆迁移是势在必行 同时如果没有迁移的话 会影响到整个 太平洋公园以及东大门的 这个整个一个区块的景观 所以我在这边特别的 请我们县长 不管你将来要落在 落即在吉安乡 或是落即在其他的适当的地点 但是必须要无混接轨 因为你兵役馆的迁移 再重新的兴盖 这个都要一段时间 所以我想这个的部分 包括因为现在目前 我这个拜访了好几个 这个乡镇的这个所长 其实大家的认为 如果是在慈云山的一个公墓 因为他现在目前 他现在也已经积极的 在作为内部的 这个设施的一种改善 同时他又规划了 一千多平的这个 树葬的园区 所以底下全部东西都是墓地 所以我想当然 不管是在哪里 地方上都难免会有意见 我们怎么去把它 寻觅一个适当 长久的一个地方 来最为我们 殡葬一元化的所在 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 我们县政务团队 尤其我们民政处 主管业务单位 应该积极的 主动的去跟 所有的 这个 想要 行御洛吉的乡镇 来给我们乡镇所长与地方人设 来做一个适度的协调 双向的沟通 所以我想这个的部分 殡葬一元的迁移 也希望县政务 能够尽早的定案 你越拖的话 我想将来可能会影响到 整个我们的观光 整个一个政策的一个执行 这是第二点 我想在这边是不是 请我们的民政处长 还有民政处长 那个区处长 来说明 目前是否已经 有跟其他的乡镇所长 来做接掌 来做反应 或者是说 是我已经有 秘行到 适当的地点 可以 您个长长久久 的一个 规划的一个所在 我想 民政处长 县长在面授机 我想这个事情 会一朝一夕 也不是临时 才要做决定的 而且这个 这一个兵议馆的迁移 是在县长一上任以后来 都积极的 在伤脑筋 我想这个是一个碰手山鱼 我们应该如何尽早的把它定夺 我想 民政处长 可以了吗 好来我们请民政处长 你来 我们邱市处长 对 你据你所知道的 你如果是 没有办法详细的说明 我们再请胡坤菊县县长 来补充说明 好不好 关于县府的 殡葬预言化 那这个问题呢 在 前任县长或前任县长 已经讨论到现在 那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选址的问题 我想 业议员应该也了解 那殡葬的设施 一般如果要放在某个乡镇 基本上该乡镇的首长或者民意代表 或者乡民一般是站着比较反对的态度 那么所以呢在早期啊 也花了一些时间去选址 但是就如同那个我们上一届议员 上一届谢县长选址 原本是在受封嘛 那后来也暂缓 也暂缓 那所以这件事啊 其实我们都有积极在进行 那么只是这个选址 知识体大 所以目前呢 也还没有决定呢 要在什么地方可以来 因为你一提到什么地方 因为现在也会影响到 人心或者地价都会影响到 所以我们目前 我们也不宜来 来说公告或说明这样子 那等待我们 在评估比较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跟业议员还有 议员们提出说明 那个处长 我知道你有在 在努力在积极的进行 有关于这个殡议馆迁移的地方 但是呢 不管迁到哪里都会有 那个反对的声音 是 那过去 我讲并不是说一定就是 吉安乡慈云山啦 我现在是讲如果要无梦接轨的话 马上殡议馆如果迁移 慈云山是目前 它是马上可以无梦接轨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你要在规划到其他的地点的时候 我们也要找定夺啊 要不然你如果说好 殡议馆要迁移了 金位有着落了 你要迁到哪里去 那个地方完全都没有 有没有殡议馆的场所啊 有没有 也没有 那乎塔 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殡葬一元化 所以我是希望 在我们奉昆区县长的任内 能够完成 而且的话这个的部分不是说 你今天决定了哪一个地方 明天就有办法马上做啊 是 第一个还要提报计划 所以我想这个的部分呢 已经刻步容缓 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希望 公务人员 本于你的职责所在 要勇于认识 不要怕 当然一定会有困难 但是如何 去突破这个困难 大家都不希望我们家 旁边就是垃圾场 大家都不希望 殡议馆迁到我们的 德家乡来 但是怎么样呢 我们也要考虑到 我们的先人以后 往生以后 我们你我大家 有一天都必须要走的这一条路 我们怎么样让他我们有一个长治久安 让我们未来的先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安心 让后代子孙 也能够放心的地方 所以我在这边是希望 所以今天是午夜 希望在下个定期大会 在10月11月的时候 能够得到我们民政处跟县政府团队 研议出来明确的一个地方 好不好 这个部分 我跟你讲 当然你不要怕有困难 因为你是吉安人 我是受风人 一样大家都面临的地方 这些的压力 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探讨 殡议馆的牵引是势在必行 但是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要从善 所以我在这边 你不要再解释 回去用心努力 县长也有在这边 我为什么在这一次的定期大会当中 特别要提出来 因为你在工作报告的时候 跟你的建议 你没有办法 151时的晚上来承报 所以利用今天的大会 定期大会 总之请 告诉你 请你怎么去做 然后县长有听到 他会来支持你 好不好 那你请回来 这殡议馆的事情 一定在下个会期 我希望能够得到 一个严满的一个答复 有问题要解决 你不能这样要把他摆着吗 兵议馆把他摆着在那边吗 不行嘛 好不好 你请回来 你我时间有限 好不好 你请回 好 其次的 在这边 本期要再提出来 也感谢我们 税务局 我们李之旅机长 对于我们花莲如何去增加裁员 就是重新修订 矿石碎的问题 调账的问题 我想可能也受到蛮多的压力跟指责 但是在这边我特别的 也要告诉我们 股份局县长 因为 矿石碎的调账 原先我们 十一年 经过我们第一次的 第一次的提案 是一百块钱 后来 经过 跟县府的一个协调沟通 酌情 然后调账到五十块钱 因为土石碎 就已经是五十块了 就是我们的砂石 已经调整到五十块 那你矿石 调整到七十块钱 他要开山着壁 挖我们花莲的山河 所以七十块钱 是一个大家共同可以接受 也经由大会通过 那如今送到财政部要合备 听说 听说 目前有碰到某些的瓶颈 因为我这个消息是得到台北那边 非常明确的消息 有人从中在做梗 当然从中做梗的用意 不外乎 就是希望 因为下脚料的问题 那我上次也已经提到了 县长 如果是下脚料的问题 我是觉得 这并非难事 而且一个矿期的开采 它并不是开采出来 都是下脚料 它的成采的部分 它都不讲 然后讲它的那些的 下脚料的部分 所以我是讲 以偏代钱 而我们 某些的中央的民意代表 他完全不能了解 只因为受到人情上的一个包围 所以他就来从中作梗 那我们也希望的 当然新政府即将上任 我们也希望的 我们花莲县政府 本于公平正义原则 同时合理的增加 我们的县库的税收 而且我在 5月1号 看到我们花莲县议会的议政报导 总共有33位的议员 发表有关于矿石税 调账的意见 经过本期的统计 总共有31位 持正面的反应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也请我们李机长 能够把这个资料收集 希望也就是 议会里面 有31位议员 持正面的表示 支持希望能够 调账矿石税的问题 这个的意见 把他资料 给我们财政部的官员 新的政府啦 这因为要等到6月才要审 没关系你先坐着 6月才要审 我们的这个矿石税 是不是准以合备的问题 所以我想 在这个的部分 除了我们的31位议员 的一个正面的反应 的资料 同时我记得 之前有跟业者 就是开发业者 他们的一个申请 业者我记得 他们都有签署 同意书 所以我想这相关的资料 不管业者的或是我们 议会多数的 31位议员的正面的反应 把这个资料 都要送到财政部 给我们新政务团队 财政部的官员呢 能够了解 我们地方的民意 跟业者的意见 我想这样子的话 才不会从中脱钩了 如果是让某些 这个中央民意代表 以偏财钱 然后来扼杀了我们整个一个 矿石税 的一个调账的 一个地方自治条例 会影响到我们花莲县 的一个税收 对于我们很多的社福 教育老人长照 等等的政策 是有影响 所以这个的部分 务必 请我们税务局林机长 李机长 能够努力 同时也请我们 胡文旗县长 在财政部 这个部分 的一个沟通协调 也能够经由 我们的 本县的立法委员 不管原住民或是 一般的或是 其一的或者是 部门区的 大家共同的来努力 这个是有关于 扣十岁的部分 这个不用去解释 我是提议出来 给我们团队 来做进一步的努力 那另外其次的 因为 有关于最近 我一直觉得 我们花莲县 最高的协武 东华大协 我们 过去在从 吴国栋县长任内 积极的来征收 来规划的东华大协 250公顷的 东华大协的校地 本习当时都有 参与在内 结果呢 最近一直看到 东华大学的 教授 学生 对于花莲的 未来 开花 很多的政策 一再的抵制 我真的是觉得 莫名其妙 同时在这边 我也要 请县政府帮忙 我要为我们广大的 花莲衣 我们送荣乡的乡亲 因为尤其在我们 赤协当时的时候 东华大学教育部 核准征收的土地面积 200公顷 结果呢 因为特别规划出来 体育延期 没有关系 现场 我不怕人家照相的 好不好 这个没有什么 我是觉得 东华大学 当时要征收是200公顷的 学校用地 教育用地 然后50公顷 多征收的部分 是体育综合园区 结果呢 这个50公顷的体育综合园区呢 结果没有开花 一到目前为止啊 这50公顷呢 还是依然存在 还是一片的杂草 所以呢 依照土地征收条例 等一下我再请我们 陈中卫陈处长来做说明 依照土地征收条例 如果他 征收 当位如果没有按照征收计划 来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五年以内 原地主可以依照原地价 把走回原来的土地 是不是这样 那个陈中卫陈处长 你在位置上不用到 那个报告台 我知道我要请 希望在我们最高的地震当位 来做说明 请说 请说就按照土地征收条例 如果没有按照征收计划 去征收来执行来开花的话 多久然后依照第几条 原地主是不是可以 可以请求 按照原地价收回 报告业议员 那么这个东华大学的校区呢 那当初报的征收计划 确实有50公顷 是要作为体育园区 那现况 他也开辟 作为体育相关的设施使用 以上说明 我现在是讲的是 我知道说他有多征收50公顷 作为体育综合延期嘛 那现在如果是他没有按照 征收的计划 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按照征收条例里面 我记得已经 我上次我都已经有读过 忘了是第几条 就是说 征收条例里面的规定 他如果没有按照 征收计划去执行的时候 我们原地主 是否可以按照 当时的原地价 来要求土地还我们 是不是这样的情形 可以吧 是跟议员报告 那么 这个东华大学呢 他是民国 90年以前 按照土地法征收的土地 那在土地法 219条是有 未按原计划使用 那么可以按照 土地所有权人可以 申请一 原补偿的地价 申请收回 那么我们检视一下 整个东华大学的校区 大致上都已经按照原计划 来使用 以上说明 好 这个部分 好 我那个陈处长 已经说明了非常清楚 那我们也会 按照这个的情形 我们来 我一定会来跟 把所有的相关的资料 那另外就是 请我们地震处 提供那个50公顷 就是200公顷的 那个教育员区 然后50公顷的体育中文员区 他是两个区块 那我把50公顷的那些 部分 的那个地主 把那个名单 因为我们应该原始资料都有 把那个地主的那个名单 请会后提供给我 好不好 我会召集这些原地主 来召开一个说明会 请你坐下 好 就把资料提供给我就好了 OK 那个请演员稍后一下 很长的我们 议事组这边 按照我们议事的规则 我们大会在进行时间 不可以录音录影 要受到主席的同意才可以 所以按照我们议事是不允许的 我请台上 这位人士 是不是将你的录音录影 或者你离开现场 按照我们的议事规则 我把手机请我们总务室 立刻来处理 因为刚才在半中间的 因为叶昆琦一眼 他说他没关系说 我没有制止 那个总务室 总务主任 他那个手机把他拿开 我们不知道他的目的 是什么用途 我想显然对我们 休息一下好吗 先处理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那个警察局局长 先去那一下 休息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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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走 那他就有問題啦 借給他一個就有 對啊 就讓我們再看 你有關係沒有關係講他什麼話 你有關係不變好 你改他什麼話 你有關係就好 他就要那個的話 他就這個吧 這個吧 這個你上去跑啊 他就去啦 這個要去 他就去啦 他就在這裡啦 好 說有沒有對話 他就在這裡啦 他就挺在這裡啦 那他就在這裡啦 我一定要想吃 要不要死 他就不去啦 我不是去啦 我呀 我呀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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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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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同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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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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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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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